Hello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Sam 我今天會講解一隻股票 China Resource Power Holding 我的股票是836 這間公司負責做啥呢 就是做起建、管理、管理一間發電廠 他們大部份做的項目都是在煤有關 我為何選擇這隻股票呢 因為我有一個訂閱者問我有關這隻股票 但我可以很老實地跟你說 我自己對這類型的公司認識不太高 加上我覺得這些發電廠類型的公司 特別是在China那些是很難計算的 所以你絕對是一定要在本地去研究 才可以知道這類型公司是否能夠長線投資 但無論如何我都會盡量調查這間公司 首先看這間公司的Industry Score 大約是61% Industry是45% Industry Score 最近是72% 大部份公司的公司都是50% 看上去平均 Cash Flow 也不錯 Efficiency 也不錯 Financial Strength 也不錯 Growth 也不錯 唯獨只有Probability 也不太好 不如我們看看Probability 如何這麼差 Probability 這麼多年來 都是大約6-12% 都是算低 但Industry Score 大約是14% 我覺得是有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類型公司應該沒有理由 Probability 這麼高 這些數字我覺得是有問題 但不是因為我計算錯數 因為我大部份的數字都是在A stock 拿回來 用了全部的Electrical Supply 公司 在A stock 拿出來這些工資資料 所以我自己覺得可能 China 裏面的Electrical Supply 公司 可能超過測試了他們的Earnings 令到Industry 平均這麼厲害 但無論如何 這些數字都可以給予我們更多 但整體來說是 沒有Industry 這麼好 看看這間公司的價值 我現在用了一個新的方法去判斷 我覺得這個Valuation 我用過到那麼多個之中 我最確定的 首先 看看這麼多年來的Electrical Growth Based on History Estimate 但我覺得這個Estimation 可能太過測試了 通常我們作為價值投資者 我們看到這個Estimation 的一個Expedential Growth 類似這樣的Graph 我們通常都不喜歡 我們通常都要令到一個Graph 令到一個Linear Growth 我估計這個公司大約8% 對 這條直線比較好 代表這間公司的價值大約$22 它的Normalized Price to Earning Ratio 大約$16 這個怎樣計算出來呢 就是Based on今天的價值 $19 除了Average Earning Per Share 這三年 然後就找到這個Normalized Price 就是大約$11 作為一個價值投資者 我們通常過了15 PE過了15 通常是高的 你會看到它今年的PE是12 但因為我覺得今年的PE是不作準的 是要這麼多年利的Earning Per Share去作準的 對 這間公司大約$22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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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那 那 那 可以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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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 但基本上我自己也很少碰這類型的公司 希望能夠幫到你,我是Mangu Sam,謝謝